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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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位 商朝第五王 商文王 商文王又称太甲 本名 子智 商代王之子 在位二十三年后病死 商文王是一位有成之君 曾因随性和残暴被伊尹囚禁于同宫 留下同宫悔过的故事 后伊尹又还政于他 重新修得使诸侯归顺百姓安宁 第二十三位 商朝第六王 商昭王 商昭王又称沃丁 本名 子炫 又称枪丁 商文王太甲之子 在位二十九年 商昭王卧丁以天子之礼 将伊尹安葬于都城伯附近 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 第二十四位 商朝第七王 商宣王 商宣王又称太庚 本名子炫 商文王太甲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是一位严谨执行汤法的一代明君 第二十五位 商朝第八王 商静王 商静王又称小甲 本名 子高 是商宣王太庚之子 在位十七年 小甲在位时 商代以伯为都 第二十六位 商朝第九王 商元王 商元王又称雍己 本名子密 是商宣王太庚之子 商静王小甲之地 在位十二年 商元王昏庸无能 荒废正事 导致商朝开始衰落 第二十七位 商朝第十王 商景王 商景王又称太悟 本名 子咒 是商宣王太庚之子 小甲和雍己的弟弟 在位七十五年 是商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在位期间 秦政修得 治国府民 第二十八位 商朝第十一王 商孝成王 商孝成王又称 仲丁 本名 子庄 是商景王太悟之子 在位十三年 仲丁死后 商朝出现九世之乱 第二十九位 商朝第十二王 商思王 商思王又称 外人 本名 子发 商景王太悟之子 仲丁之地 在位十五年 商孝成王仲丁死后 外人成功夺取王位 并向朱棣妥协 造成了商王朝继承上的混乱 史称九世之乱 以至诸侯不朝 第三十位 商朝第十三王 商前平王 商前平王又称何胆甲 本名 子发 商景王太悟之子 仲丁和外人之地 在位九年 商前平王在位期间 北上迁都 征讨兰仪 班方 第三十一位 商朝第十四王 商慕王 商慕王又称 族以 本名 子腾 商前平王和胆甲之子 在位十九年 族以曾数次出兵平复兰仪 班方等国 解除东南方的遗族对商朝的威胁 并任用无险辅政 使商朝的社会经济得到辉 复合发展 让商朝国事再度兴盛 第三十二位 商朝第十五王 商桓王 商桓王又称祖心 本名 子弹 商慕王族以之子 在位十六年 祖心处于九世之乱期间 内乱使商朝进一步衰落 第三十三位 商朝第十六王 商西王 商西王又称卧甲 本名 子鱼 商慕王族以之子 祖心帝 祖心死后继位 在位二十年 祖心处于九世之乱期间 内乱使商朝进一步衰落 第三十四位 商朝第十七王 商庄王 商庄王又称祖丁 本名子鲜 是商桓王祖心之子 卧甲之职 在位九年 第三十五位 商朝第十八王 商庆王 商庆王又称南庚 本名 子庚 也是商桓王祖心之子 祖丁之地 在位二十五年 第三十六位 商朝第十九王 商道王 商道王又称杨甲 本名 子和 是商桓王祖丁之子 在位七年后病死 第三十七位 商朝第二十王 商文成王 商文成王又称 盘庚 本名 子寻 也是商桓王祖丁之子 杨甲之地 杨甲之地 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 在位二十八年 盘庚迁都于阴 及河南安阳 商朝自此称殷商 盘庚死后 殷习功德 使百姓思念 第三十八位 商朝第二十一王 商章王 商章王又称 小新 本名 子宋 也是商桓王祖丁之子 盘庚之地 在位二十一年 继位后放弃了盘庚的治国之策 商朝国运又一次衰落 第三十九位 商朝第二十二王 商会王 商会王又称 小乙 本名 子敛 也是商桓王祖丁之子 小新之地 在位二十一年 他征伐过东夷 贵方等制定了商代祭祀制度 第四十位 商朝第二十三王 商高宗 商高宗又称 武丁 本名 子昭 是商会王小乙之子 在位五十八年 他主要成就是 复兴商朝 开创武丁盛世 第四十一位 商朝第二十四王 商平王 商平王又称 祖庚 本名 紫月 是商高宗武丁的次子 在位十四王 商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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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平王又称 祖庚 本名 子在 也是商高宗武丁之子 祖庚之地 在位三十三年 他的主要成就是 完善祭祀系统 征伐西荣 第四十三位 商朝第二十六王 商贡王 商贡王 商贡王又称 李新 本名 子显 别明 冯新 是商定王祖甲之子 在位六年 第四十四位 商朝第二十七王 商安王 商安王 商安王又称 庚丁 本名 紫霄 商定王祖甲之子 在位六年 第四十五位 商朝第二十八王 商列王 商列王 商列王又称 吴乙 本名 紫渠 是商安王 庚丁之子 在位三十五年 商列王 贪欲享受 是一位残暴君王 第四十六位 商朝第二十九王 商匡王 商匡王 商匡王又称 文丁 本名 子托 商列王 吴乙之子 在位十一年 在位期间 因忌惮周侯继立法荣有功 兼加其功而杀之 第四十七位 商朝第三十王 商德王 商德王又称 帝乙 本名 紫宪 商匡王 文丁之子 在位二十六年 第四十八位 商朝第三十一帝 商周王 商周王又称 帝欣 本名 紫寿 是商德王帝乙的少子 也是商朝的最后一位帝王 末代君主 在位三十年 商周为人聪颖 屡历过人 但为人残暴 而且好色无比 酷刑于敏 民不了 生 此时西方的周国逐渐强大 终于灭了商朝 咒王自焚而死 商周雨下节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暴君的代名词 节咒之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再结束 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